上個禮拜介紹訓練 Neural Network的一些概念 這個禮拜也是繼續介紹 Training Neural Network 上個禮拜介紹到 上個禮拜介紹的單元就是 在這個投影片有總結 我們上個禮拜有介紹常用的一些 Activation Functions 然後也有介紹一些資料前處理的方法 然後也有介紹要初始化這個weight的時候 有哪一些方法可以使用 然後也有介紹一個Layer 叫做Batch Normalization Layer 然後 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跟這個BatchNorm 都是我們在定義Model的時候用到的 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是接在 那個Convolution2D的後面 然後BatchNorm Layer的話就是你可以接在 那個Convolution2D跟 Activation Function中間 那BatchNorm不一定要用 但是通常 通常算是蠻常用的一個Layer 然後資料前處理的話有很多方法 那我們會建議說用最簡單的 就是減掉Min的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Weight Initialization的話 如果是用Keras的話 這個其實我們不用去擔心這個問題 這個Keras會自己幫我們 幫我們自動Initialize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手動Initialize這個weight的時候 這個地方我們就要注意 就是說如果這個Weight Initialize的方法選得不好 比方說你都直接選成一些很小的 就是Small Random Number的話 這個可能會造成你的那些Weight的值 一直到後面幾層的時候都會變得很小 最後第五個部分是這個Transfer Learning Transfer Learning的話就是可以讓我們去用 用到一些已經訓練好的model 然後來讓我們快速的去訓練我們自己的model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再補充一下一些資料 那我是把這個參考資料放在那個Reference這個頁面 然後這邊Keras這個地方有一個 那個Transfer Learning這個連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連結的內容 這個網頁呢它有介紹 就是假設我們用Keras的話如何去做 這個Transfer Learning 如何去做這個Transfer Learning 那它這邊提供了兩個方法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就是說 我先把那個Base Model載入進來 Base Model有很多啦 就比方說什麼GoogleNet啊 VGG啊 ResNet有很多 那這個Keras都有內建 那你只要import這些內建的model的話 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第一步的話是把就是這個網路上已經訓練好 或者是Library裡面提供的這些model載入進來 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是去凍結這個model 凍結這個Base Model的所有的layer 那要凍結這個Base Model所有的layer呢 就是我們去把它的這個model會有一個屬性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真正的程式嘛 就是把這個Base Model的一個屬性叫Trainable 把它設成是False 那做了這個設定之後 之後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它就不會去更改到這個Base Model它的layer 第三步呢是去創造一個新的model 基於這個Base Model去創造一個新的model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開一個圖形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像這個投影片呢 最左邊這個就是Base Model 左邊就是Base Model 那右邊呢是我想要在這個Base Model上面 加一些我自己的layer 比方說我把它最上面這一層 我把它最後面這一層 它本來是FC1000嘛 那我把它這一層換掉 換成我自己的 換成我自己的layer 這邊叫做FCC 那這個C的話就是看我的 dataset有幾個類別 那這個C就是這個類別的個數 所以我這個 這邊的這一步呢就是在 Base Model上 我們可以去增加我們自己的layer 然後第四步就是開始訓練了 然後第四步就是開始訓練了 就是我們已經有一個新的model了嘛 我們現在這個新的model是 現在這個新的model就是Base Model 然後去加上 加上我剛才加的新的layer 所以我有一個新的model了 那我有了新的model之後呢 那我有了新的model之後呢 我就可以在我自己搜集的那個dataset 上面去訓練 那我訓練的時候呢 我不會去動到Base Model 我只會去修改到我新家的 我只會去更動到我這個新增的layer的weight 因為我前面已經有把那個Base Model的 這個Trainable設成false 所以在訓練的時候就不會 更動到這個Base Model的weight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那個transfer learning 因為要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們要從頭到尾 就是去訓練一個Base Model的話 其實會需要非常多的資料 那我們自己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通常不可能收集到那麼多 那收集不到那麼多資料的時候 要訓練這個Base Model就會有困難 所以它這個transfer learning的概念就是說 我想要去利用一個人家已經訓練好的Base Model 比方說它是在ImageNet上面訓練的 這個都要花很多很長的時間啦 比方說可能要花一個禮拜之類的 那我們去利用這些訓練好的 人家已經訓練好的Base Model 來當成我們的一個特徵擷取器 那我們自己如果要設計Model的話 可以基於這個特徵擷取器來設計新的Model 那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就只要去訓練我們自己新增的layer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加快這個訓練的速度 那這邊是它提到的第一個方法 然後呢下面呢它還有提到第二個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第一步也是一樣 第一步也是把這個Base Model露進來 然後第二步就不太一樣了 第二步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步 第二步是說呢 它是說把我們自己收集的dataset 然後把它丟進去這個Base Model 那這個Base Model它會有輸出嘛 你丟一張影像進去這個Base Model 這個Base Model就會 就會有一個輸出嘛 那我舉一個例子啦 比方說現在我們的Base Model是 我們的Base Model是最左邊這個 最左邊這個 那我丟一張影像 丟一張image進來 那假設我的輸出是FC4096這一層 就是說我會輸出一個 4096微的向量 就是我丟一張影像進來 我會得到一個 經過這個Base Model之後 我會得到一個4096微的向量 那我就把這個4096微向量 當成是我之後要設計的 新的Model的輸入 就是我不再是以Image為輸入了 我現在是以這個4096微的向量 來當成我新的Model的輸入 所以這邊就是他寫的 就是我把我的新的 我自己蒐集的新的dataset 然後把它的每一張影像 丟給這個Base Model 那Base Model就會 每一張影像就會有一個 就會有一個向量產生 就是剛才的那個4096微的向量 那這個4096微的向量 我們會把它叫做特征啦 就是把它稱為影像的特征 那這個動作呢我們就叫做Feature Extraction 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這個Base Model 來做Feature Extraction 然後等到我們把所有的這個 就是我們自己蒐集的這個dataset 然後都做完這個Feature Extraction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Feature 當成是我們新的Model的輸入 就是把剛才我們得到的Feature 當成是新的Model的輸入 然後去訓練我們自己的Model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兩個方法 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兩個方法 假設 假設啦現在假設說我這兩個方法 我第一個方法我是增加了兩個Layer 就是說比方說我在Base Model上面 我新增了一個Pooling 然後新增了一個FC 我增加了這兩個Layer 第二個方法假設也是一樣 第二個方法我自己新增的Model也是包含了一個Pooling的Layer 然後也是包含了一個FC 所以用這兩個方法我新增的Model都是一樣的 我自己設計的Model都是一樣的 大家想一下 就是用第一種方法訓練出來的Model 跟用第二種方法訓練出來的Model 會不會一樣 我假設啦 我把一些隨機性排除 就是說那些weight的初始化 我假設 就是訓練的時候會用到會需要weight的初始化 我假設這兩個方法他都用一樣的weight的初始化方法 然後也是用一模一樣的weight的初始點 就是把這些隨機性都排除的話 那請大家判斷一下說 用這兩個方法訓練出來的新Model會不會一樣 那請大家想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會一樣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那個舉手的按鈕 就是那個Google Meet有那個舉手的按鈕 那如果你覺得不一樣的話 請你按一下那個舉手按鈕 就是Google Meet它好像中間有一個 好 那好像沒有人有回答 可能這個 可能這個可能一開始 它設定有點複雜 大家比較 一開始比較難 理解這個問題 那我直接講一下答案 這個是 用這兩個方法訓練出來的Model會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你稍微去想一下 假設新增的Model是一樣的話 自己設計的Model是一樣的話 用這兩種方法 訓練出來的新的Model會是一樣的 然後但是呢 第二個方法會比較節省時間 第二個方法是比較聰明的方法 然後大家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第二個方法比較聰明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用第二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呢 是它的Model是原來的BaseModel 第二種方法是 原來的BaseModel 然後加上新的Layer 沒有舉手符號嗎 我看一下喔 找不到舉手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個有沒有 我之前使用好像有 可是現在 不知道是不是移除了 我看一下 找不到舉手 好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它設定 好我看一下它設定 好那沒有關係喔 就是我本來以為有舉手符號 但是我之前使用Google Meet的時候是有 但是為什麼它現在最近好像把它這個符號拿掉了 好那沒關係 就是我們之後可能如果有要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用任何傳訊息的 好那我們就是在訊息上面 嗯 就是打字這樣子 好那就是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齁 就是第一個方法呢 它是 它這個Model是BaseModel 然後加上新的Layer 所以在訓練的時候呢 在訓練的時候它是 它是全部齁 就是BaseModel的Layer 加上新的Layer 它整個會訓練 整個會一直 一直這樣子 Forward跟Backward一直這樣子 做這樣的運算 那我們在訓練的時候呢 是 會好幾個APA嘛 就是 可能會有10個APA 或100個APA 就是一直去 把你的training data 一直重複的使用 那 第二種做法呢 第二種做法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BaseModel 它其實只有跑一次而已 因為我們看嘛 就是我們把這個image 丟到BaseModel之後 得到Feature之後 這個過程只有做一次 這個過程只有做一次 所以意思是說 它在跑 經過BaseModel的這些層呢 它只需要跑一次 它不需要像前面這樣子 比方說10個APA 你就要跑10次的BaseModel 像前面這個第一個方法 假設我們訓練是10個APA好了 那它這個它就會用到這個BaseModel 它就要跑這個BaseModel跑10次 但是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方法呢 它是 它已經先做Feature Extraction了嘛 它先做Feature Extraction 那這個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然後之後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是訓練這個 我們自己新增的Layer 那我們在訓練自己新增的Layer的時候 比方說我也是訓練10個APA 但是我這個時候不需要去動到BaseModel 我只要動到我自己新增的Layer就好了 所以第二個方法是比較聰明的方法 那不過第二個方法有一個缺點 它下面有寫 第二個方法有一個缺點 先看優點啦 優點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跑BaseModel只有跑一次而已 不需要每個APA都跑一次 所以它比較快 就是比較節省運算資源 第二種方法比較節省運算資源 那可是呢第二種方法有一個缺點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沒有辦法允許我們去在訓練的時候 去動態的修改這個我們的訓練資料 就是第二個方法不能這樣子 就是允許我們在訓練的時候動態修改資料 那這句話的意思是 就是當我們一張影像丟進去 就是當我們把這個image 要丟進去這個BaseModel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可能會想要做一些augmentation 就是比方說我要做一些旋轉啊 或是左右翻轉啊 或是改變一下顏色啊 我可能會想要做這些augmentation的動作 那如果我現在是用第二種方法 就是沒有辦法去動態或者是online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 因為我們已經先取完feature了嘛 因為這邊啊我們已經先取完feature了 那取完feature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再動態的修改了 所以這是第二個方法的缺點 就是沒有辦法去動態的修改input data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也還好 就是看你的問題啊 我舉一個例子喔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augmentation的時候 其實有分成就是online跟offline 所謂online就是說我訓練的時候才去做augmentation 這個叫online 那如果我是在訓練之前 就把所有的augmentation做好 這個叫offline 就是離線啊 所以我這個dataaugmentation 我其實我可以online的做 也可以那個離線的做 有兩種選擇的方法 那online的做的好處是 online的做的好處是比較節省記憶體的空間 因為我如果是offline的 我如果是offline先把這個dataaugmentation先做好 那等於說我要先把這些結果先存起來嘛 我要把它存在那個硬碟上 然後等到我要訓練的時候 我要把這些augmentation的結果先載入到記憶體 所以這個是offline的缺點 如果我們是offline去做dataaugmentation的話 那我們會需要先把這個就是augmentation的結果存在硬碟 然後載入到記憶體 那這個對於小型的dataset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的dataset如果只有幾十Mb 幾百Mb 這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的dataset是像image net這種幾百G的data 就不可能這樣做了 因為你不可能把一個幾百G的training data 做完dataaugmentation它可能變成幾千G了 那幾千G你要存在硬碟或是把它載入到記憶體都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offline的dataaugmentation呢就是 通常沒有辦法 就是這個offline的dataaugmentation只能適用在比較小的dataset 那如果你的dataset是比較大的 我們就會用online的dataaugmentation 它這邊講的就是online的dataaugmentation 它就是說假設我們如果用第二種方法 那就只能使用 就不能啦 就不能使用online的dataaugmentation 因為它這邊已經先取完feature了 取完feature之後它就不能再做online的dataaugmentation 但是它可以做offline的 就是它第二種方法它其實可以做offline 就是說它可以先把它的每一張影像 看它要先做什麼旋轉啊 改變顏色啊左右翻轉啊之類的 它先做完這些改變之後呢 再把它丟到basedmodel 做完feature extraction 然後再把它存起來 就是offline的做法先把它存起來 所以第二種做法其實可以 雖然說沒有辦法做到online的dataaugmentation 但是它可以做到offline的dataaugmentation 但是它可以做到offline的dataaugmentation 所以假設我們自己的dataset很小的是 我們自己收集的那個dataset 是比較小型的dataset的話 其實用第二種方法是比較好的 第二種方法它其實可以做offline的dataaugmentation 然後也可以做 那訓練也比較快 然後我們下面會有一個例子 它下面有一個例子 就是讓我們 就是 看 就是用Keras 如何去做這個transfer learning 那我們現在挑到那個下面它這個例子 它這個例子叫做Cats vs Docks 這個就是我們第三次作業的這個dataset 所以大家對這個dataset應該很熟悉嘛 就是一些貓跟狗的照片 那我們第三次作業是用一個非常簡單的model 我們沒有用到transfer learning 那現在呢 這個Keras這個guide它有就是介紹 如何用transfer learning 來快速的訓練一個model 那它這邊會利用的base model叫做exception 這個已經先訓練好了 它已經先在imagenate上面先訓練好了 那我們現在想要把這個model 當成我們的base model 然後把它 應用在這個 Cats vs Docks 這個資料集的分類 那它這個資料集其實已經 它有內建的啦 這個 Cats vs Docks 在Keras裡面它有內建的 那它是內建在這個library裡面 所以我們呼叫這個library就可以直接 直接去拿到這個data 那我們作業3練習的是說 作業3我們是從比較基礎的方式做起 就是我自己蒐集到影像 然後我們自己從這個影像去產生 那個training的data 那它這邊是已經幫我們把這些影像都處理好了 然後它這邊有做了一些設定啦 就是說它 它只用了40%的資料來做訓練 然後40%的影像來做訓練 大概是25000張 那10%做validation 然後10%做testing 那它這個設定也很簡單喔 就是只要在它的 只要我們再load進來 只要在load這個資料集的這個function 就可以直接做一個設定 就是在split這個argument的地方 可以做這個train還有validation還有test的設定 那它會把這個 就是做完那個百分比的設定 就是這個做完這個split的設定之後呢 我們下面就可以把這個training還有validation還有test 各有幾張影像列出來 那它其實是透過這個function喔 透過這個什麼cardinality 就是個數啊 就是一個集合的個數 那它下面呢 是先把那個前9張影像印出來 它下面是把這個dataset的前9張影像印出來 那因為我們在用一個dataset的時候 其實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先去了解這個dataset 所以觀察這個dataset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先確定說這個dataset裡面 這些資料都是正確的 你不能說這個狗的照片裡面 也掺雜著一些貓的照片 那如果是這種情形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當然不可能得到一個很好的model 因為你本身訓練資料就有問題了 那它是把dog的label叫做1 然後cat的label叫做0 那它下面會做一些資料的前處理啦 就是像我們講的 它會把每一個pixel的值去做正規化 把它pixel的值正規化到-1到1之間 因為pixel的值是介於0到255 那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上個禮拜吧 就是說資料前處理的時候 要把它做正規化 那它這邊是把它每一個pixel的值 正規化到-1到1之間這個range 然後同時它也去改變這個影像的size 它會把它這個影像變成是150x150 因為上面這些影像 它每一張影像的大小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然後我們要把它resize到一個固定的size 它這邊有提到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 它說前處理最好不要太複雜 這邊的意思是說 前處理不要太複雜 因為如果前處理太複雜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model放到其他的裝置 比方說你要放在網路上 或者是要放在手機上的時候 你的手機跟在網路執行的時候 都要進行這些前處理 所以這個前處理的話 最好不要做得太複雜 就是用一般用基本的就好了 這樣子呢 我們再把這個model 放到其他 其他裝置要應用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那它現在它後面就是有 像resize它就有定義一個 function 來做resize的動作 然後它也有去定義那個batch size 就是說我們訓練的時候 我們不是一次只有抓一張嗎 我們一次會抓很多張 一次會抓一個batch 那我們要決定一個batch是幾張 那它這邊就是一次就是會抓32張進來訓練 這個其實是要看那個硬體的限制 就是我們的顯示卡到底有多大 你的顯示卡如果越大 你就可以一次batch size就可以抓越多張 那如果你的那個顯示卡的batch size很小 那你這個batch size可能就可以只能射到個位數 那這個batch size也不是說越大越好 就是說它會 它這個其實batch size其實會影響到我們訓練model的 那個generalization的能力 所以這個也通常是Keras的預設是32 那至於說要射多少其實要看你實際的那個dataset來決定 那它下面呢是示範如何去做data augmentation 那這個Keras它有提供那個一個layer可以專門做data augmentation 它這個layer就是它下面有一個function叫randomflip 那這個就是反轉啦就是隨機反轉 那隨機反轉我們可以選擇說要水平的 水平就是hororontal或是vertical就是垂直 我們可以去選擇說要做水平反轉 隨機的水平反轉就是一張輸入影像進來 我會對它做隨機的水平反轉 然後另外一個是它做了旋轉就是rotation 我可能旋轉個10%吧就是大概36度 或是就是旋轉最多36度這樣子 它這邊是用這個layer去建出一個model 所以這個data augmentation其實是一個model 那它把它那個資料位給這個model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輸出的結果 下面就是輸出的結果 對那像我們在用這個model的時候呢 假設我們是單張影像 我們通常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變成一個batch 所以我們要把它的dim增加一個維度 這個是Keras的用法啦 或是其他PyTorch也是都是一樣的用法 就是說我們通常在把影像丟給一個model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丟一張 我們都會丟一個batch 那今天我如果要丟一張的話呢 我要把這個一張變成是一個batch 所以它我一張影像是三維嘛 那一個batch變成是四維 所以我要把一張影像變成是四維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個TFD 點expanddimension去增加一個維度 就比方說我這個firstimage的維度是150x150x3 那我要把它這個維度變成1x150x150x3 那經過這個model之後 我就得到了那個augmentation的結果 就是剛才講的去做旋轉 旋轉10個percent 然後或者是做左右反轉 那這個還有其他的那個augmentation可以選擇啦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就是Keras可以做哪一些augmentation 那下面呢它就開始去建立了去建那個model 我們要訓練的model 所以它下面這邊一開始是 就是去建這個exception這個pre-trained model 那把這個當成我們的base model 那它這邊可以選啊 就是說它是要用這個imagenator訓練出來得到的weight 它可能還有其他的dataset 比方說什麼C810之類的 那這邊可以指定它的input shape 然後下面呢就是開始它去做動結的動作 它把這個base model的trainable設成false 所以之後呢我們在訓練的時候呢 就不會去更新到這個base model它裡面的那個layer的weight 然後下面是下面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model了 對那我們先改變一下 我們要先去定義那個輸入的大小 我們輸入的大小是150x150x3 然後呢我們會對這個輸入做data augmentation 這個是online的啊 它是就是我們剛才講嘛 有online跟offline 這是online的 所以它不用先存起來 它是訓練的時候就直接做augmentation了 它不用先把augmentation的結果存起來 所以這個是online的data augmentation的做法 那online的話 做完augmentation它接下來就是做那個normalization 就是把那個pixel的值從0到255把它變到-1到1這個range 這個我們自己手動做也可以啦 這很簡單嘛就是你除以127.5然後-1 但是Keras有提供layer 那我們用layer來做也可以 它有一個layer叫rescaling 它可以把這個layer的輸出 然後這幾乎變到的範圍是介於-1到1之間 所以這個scale layer就是做那個normalization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做完這些前處理之後 我們就把做完前處理的這個x 當成是這個based model的輸入 這個其實是這個based model的要求啦 因為它這邊有寫這個based model是exception 它當初在訓練的時候它有做一個前處理的要求 就是說輸入的pixel 輸入的值要是介於-1到1之間 所以今天我們要用這個based model的時候 我們也要符合它當初訓練的這個規定 所以這個rescaling這是必備的 這是一定要做這一步的 假設我們要用based model的話 我們一定要做這個rescaling這一步 因為當初exception在訓練的時候 它就假定說它的輸入是介於-1到1之間 假設我們沒有做這一步的話 那訓練的結果就變得非常奇怪 會非常奇怪 因為based model根本看不懂你的輸入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至於data augmentation這一步是可有可無 可以不要加data augmentation 但是有加augmentation訓練出來的model 它的generation的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這一步的話是有加會比較好 那最後呢我們要在新的based model上面 再加上我們自己的layer 然後它是加了一個global average pooling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降微啊 它做一個降微的動作 然後drop out 這也是可有可無啦 不一定要做drop out 等一下我們可以上課的時候會介紹這個layer 然後最後它接了一層輸出 這是它最後一層輸出 那因為我們要預測的類別是只有兩個類別嘛 我們要預測dogs and cats只有兩個類別 所以這個地方呢它最後輸出 它dance它最後dance輸出是只有1而已 它就是因為我們要預測的是只有一個數字嘛 所以它這邊 所以它這邊 這個 這個最後一層其實跟我們用的那個loss有關啦 假設我是用 cross entropy的話 softmax cross entropy的話 這個地方它寫2 那等一下它用的那個loss是叫什麼binary的一個loss 所以這個地方是跟loss有關啦 那我們要預測的類別是2啊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loss是怎麼定義的 好那它下面有把那個summary印出來 那我們就看一下它的這個model裡面它的這些架構 它的輸入是150乘150乘3嘛 然後它會經過rescale就是把它的值變到-1到1之間 然後會經過exception這一個base model 那這個base model的輸出呢是5乘5乘2048 這就是我們講的那個feature嘛 就是我們把一張150乘150乘3的影像 丟給這個model 它會吐出來一個feature 那這個feature的維度 這個其實可以自己決定啦 看你要哪一層當輸出啊 那它選的那一層輸出的shape會是5乘5乘2048 這個是可以自己選的啊 比方說我們看這個圖形 它這邊就是選大概是類似4096 我們可以選4096這一層當feature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選commolution512這一層當feature 這個都是可以由我們自己決定的 那只是說通常在選會選比較倒數的 倒數這一層啊 因為比較前面的那邊 如果在選比較前面的這一些層的話 它的參數個數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通常會選倒數 就是倒數第二層啊來當feature 好那接下來這個是我們新增的layer 叫做Global average pooling 它的意思就是pooling嘛 pooling就是降尾嘛 它就是把這個5乘5降成1乘1 所以這個5乘5就不見了 它只剩下後面的這個channel 所以它這邊經過pooling之後 就變成一個2048圍的 然後2048圍經過dropout dropout等一下我們會解釋啦 這個不一定要加啦 那dropout不會改變維度 然後最後再經過dance dance就是把它的 我要把這個2048變成是最後我輸出的那個 我輸出的維度嘛 我這邊我輸出的維度是1 這個也是看你用的loss啊 如果你用的loss是其他loss的話 那你這邊可能要改成2 所以這個最後一層的輸出個數 是跟我們用的loss有關係 那我們新增的layer總共只有三層嘛 就是這個global average pooling 然後還有加了dropout 然後還有加了dance 那其中這個前兩層它是 它沒有perimeter 所以我們看右邊這邊 右邊這個是perimeter 就是參數 它其實沒有參數 它這個只有運算而已 它只有運算但是沒有參數 那只有這個dance才會有參數 這個參數指的就是那個weight 裡面的那些entry的個數 那這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這個算法就是2048 就是輸入乘輸出 輸入的個數乘上輸出的個數 就是2048乘以1 然後再加上bios bios就是輸出的個數 所以它這邊是2048加1 就是2049 那我們現在就是可以開始進行訓練了 那訓練的話它要去設定optimizer 就是類似做gradient descent的那個方法 這個也是我們等一下第二堂課 第二節上課主要要介紹的方法 那它這邊設定的loss是binary cross entropy 就是它的分類只有兩個類別 然後matrix這個是可有可無 就是說看你要不要印出那個正確率 所以matrix是可以不要 但是如果你要看正確率的話 就是這邊要指定這個matrix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fit fit就是開始訓練了嘛 就是指定我的training data 還有我要訓練幾個APA 然後還有我的validation是哪一些data 那它是訓練20個APA 然後它最右邊這邊有訓練出來的準確率 大概是0.97 那大家可以回憶一下就是 我這邊講完在下課了 現在已經到下課時間了 但是我這邊先講完在下課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 就是大家應該作業商都已經寫完了嘛 那作業商我們那個正確率好像沒有到這麼高嘛 大概只有90%而已 它這邊可以做到97% 那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可以做到那麼好 是因為它有用到那個based model 它用到那個exception 它用到那個based model 它那個model比較大 而且是已經有pre-trained了 所以它這邊可以做到97% 這麼高的正確率 然後它後面呢還做了一步 可以讓它的正確率再繼續往上提升一點點 那它繼續往下做了這個動作叫做fine tuning 就是微調 它這個fine tuning呢就是說 它去把這個based model解凍 就是unfreeze 我們前面在做transfer 做那個transfer learning的時候 做那個transfer learning的時候 是把那個based model的所有layer都凍結起來 然後它後面在做微調的時候 它就解凍 它要based model跟我們新增的layer一起訓練 但是它有一個前提喔 就是在做這個fine tuning的時候 它有一個前提就是它的learning rate要調得很低 原因是因為我們前面其實已經訓練得很好了 就是那個transfer learning 其實那個weight都已經訓練到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只是微調 fine tune就是微調 就是更精細的調整 那更精細的調整的時候呢 這個training rate就是不要設太大 因為設太大它就會很大幅的去更動你的weight 那我們現在的目的是想要精細的調整 所以learning rate就設低一點 那所以它下面就是那個要做fine tune 那所以它現在呢 因為它要去更動這個based model了 所以它把這個based model的trainable設成true 就是我下面在訓練的時候 我會去更動到 我可以去更動based model的layer 那下面這個compile這個都一樣 這個都一樣 那只是說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這是比較細節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 這個based model啊 它有用到batch known 用到batch known的時候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它的那個batch known呢 它有兩個參數 是就是那個什麼mean跟variance 它有這兩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是它不希望去動到 就是當我們在fine tune或者是transfer learning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去動到這兩個參數 我們不希望去動到這兩個參數 所以呢它前面這邊有一步 前面這裡有一步 前面這裡有一步 這裡這裡 training等於force 就是這個地方 training射程force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訓練的時候我會進入influence mode 就是我在訓練的時候 我不是在training的那個mode 所以它不會去改變那個batch known的那個 它不會去改變那個batch known的那個mean跟variance 那這個即使是我們在fine tuning的時候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都是false 那只有剛才那個什麼trainingable那個地方會射程處 所以這個是比較細微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自己再仔細看一下 就是這個跟那個batch known有關啊 就是假設你的batch model有用到batch known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這個地方的設定 那它最後就是一樣啦 就是這個model其實跟剛才一樣 只是它可以去微調它的batch model 那經過fine tune之後呢 它的準確率可以再提升 剛才是97%左右嘛 現在可以到98%啦 所以它只用了10個APA 那它的fine tune可以讓它再 的準確率再稍微提升 那我們現在 我們第一節課就是上到這邊 那我們會休息10分鐘 那10分鐘以後再繼續上課 那等一下上課的時候呢 我們會進行那個Ruvio的測驗 所以10分鐘之後我們就會進行那個Ruvio的測驗 所以10分鐘之後我們就會進行那個Ruvio的測驗 就是這個也是一樣喔 就是繼續這個 Training Neural Networks 那我也是用這個CS231N的投影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投影片 那我們就挑到第八頁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改善我們的Training Error 那我們主要是介紹叫做一個介紹Optimizer 這個部分 Optimizer就是我們用來更新我們的Weight的方法 我們要介紹一些比較先進一點的方法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改善了那個Test Error 就是我們在測試的時候的那個 我們要提升我們測試的正確率 那主要介紹的方法是叫做Regulation 好那我們先看第一個部分 就是跟Optimizer相關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回到我之前我們之前上課的一個投影片 我們之前上課的投影片有介紹這個 Training Pipeline 就是我們把這個訓練模型的流程分成了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 藍色的部分是定義Model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定義這個Loss Function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定義這個Optimizer 我們今天就是要介紹這個Optimizer Optimizer它就是 它會根據這個Loss的分數 來更新這個Model的Weight 那Optimizer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些比較常見的方法 那最簡單的Optimizer就是Gradient Descent 那這個大家在練習作業1的時候 比方說這個作業1 這個大家都在練習這個作業1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實做過這個Gradient Descent了 那那個時候呢我們有一個目標函數叫F 這個F的話是Ax-B的2N的平方 然後A跟B是給定的矩陣跟向量 那X是我們想要找的變數 然後那個時候呢我們要去更新這個X嘛 我們是透過這個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去更新這個X 就是我們先算出這個F F在X的T度 這一點的T度 然後這個T度會再乘上一個Learning Rate Alpha 然後去更新這個X 那這種更新的方法就叫做Gradient Descent 那今天呢我們要介紹更 更先進一點的方法 因為這種Gradient Descent呢 它如果要用來更新這種非線性的方式 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它這邊就是介紹一下最基本的Gradient Descent 那這個Weights Grad就是Gradient嘛 然後我們要更新這個Weights 就是去把這個Gradient去乘上一個Learning Rate 或者是叫做Step Size 我們是透過這種方法去更新Weight 那它現在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假設我在更新的時候 有一個方向會比較快 那另外一個方向比較慢 比方說我現在的變數有兩個 有W1跟W2 就是我的Weight啦 我的Weight有兩個 W1跟W2 那我在算T度的時候呢 是 我在算T度的時候是 W2這個方向比較快 W1這個方向比較慢 這個時候Gradient Descent會發生怎樣的情形 就是假設我們用Gradient Descent來更新Weight 會有怎樣的情形 那它會這個時候呢 這個Gradient Descent它的路徑 就會是像這種鋸齒狀的 就是這個投影片畫的 假設我們用Gradient Descent來更新 剛才講的這種 在W2方向很快 然後在W1方向很慢 它會出現鋸齒狀 就是 它會在比較慢的那個方向更新 它在W1那個方向會更新比較慢 然後在W2那個方向會更新比較快 所以它會產生這種抖動 就是Jitter這種抖動的現象 那產生抖動的現象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它會讓我們收斂的速度變慢 因為它在抖的時候就是等於 就是多浪費了一些嘛 就是它走了比較慢 它要花比較多的迭代次數 才能夠到達這個最低點 所以Gradient Descent它的問題 就是會有這種抖動的問題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假設它很容易 碰到Local Minimum就停下來 或是碰到這種安點就停下來 像上面這邊 因為Local Minimum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T度是0 那T度是0的話 我就不會去更新啦 假設T度是0的話 我們就不會去更新Wait 假設我們是用Gradient Descent的話 因為Gradient Descent完全是靠T度嘛 那假設我是T度是0的話 我就不會去更新Wait 所以遇到Local Minimum的話 Gradient Descent就不會去更新了 那Settle Point也是一樣 Settle Point就是安點嘛 安點就是它在那一點它的T度也是0 所以遇到安點的話也是Gradient Descent也是沒辦法去更新 那它這邊有提到喔 就是在高維的那種最佳化問題裡面呢 安點比較常出現喔 安點出現的機率比Local Minimum來的高 那它這邊還有提到第三個問題喔 就是 因為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是用batch嘛 mini-batch 就是一次抓大概32張影像進來訓練嘛 那這個時候在計算T度的時候會 會有一些雜訊 因為我們抓進來這32張可能 它裡面可能有標錯的啦 或者是說有一些 有一些 它影像裡面可能有一些雜訊 所以造成它算出來的T度是 不是很 會有一些比較大的波動 所以它這個問題三就是說 我們這個T度不能保證說 每次算出來的T度都一定是準確的 會有一些波動 好那接下來呢 它就是我們就是要介紹一個方法 就是叫momentum momentum就是動量 就是大家都有學過那個物理嘛 物理有一個那個叫做動量 那我們想要用動量的這個方法呢 來改善這個gradient descent 我這邊我這邊有一個範例 它這個範例是在 這個reference這個頁面 然後我有一個連結 就是這個 Why momentum really works 這個連結 它這裡面有一個demo 可以讓大家去了解說什麼是momentum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連結 它這邊有兩個參數可以調 一個是step size就是alpha 就是learning rate 或者是叫做 稱為step size 另外一個就是momentum momentum就是調整動量的一個參數 我現在假設我先沒有momentum好了 我把momentum關掉 把momentum設成0 現在沒有動量 那我去調整這個learning rate 那我的learning rate調越大 它就會越快接近這個optimum 就是我的起始點在這邊 橘色的starting point 那我把這個learning rate調大 我這個solution就會越接近這個optimum 但是learning rate調大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調的太大的時候它會發散掉 就是它不會再往前進了 它會前前後後或者是偏離這個路徑 所以這個learning rate不能調太大 調太大 調稍微大一點它可以加速 加速這個訓練的過程 但是如果調太大的話它會 就是偏離了這個我們要前往這個optimum的這個路徑 那現在假設我加上這個momentum 我們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把這個momentum調成0.5好了 把這個momentum調成0.5 那我們可以去觀察一下 當我把這個momentum從0 調成0.5的時候 它這個solution就是變得更接近這個optimum 就是大家比較一下 當momentum是0的時候 solution在中間 當momentum調成0.5的時候 它已經更接近這個optimum 所以加上這個momentum 可以讓我們更快速的接近這個optimum 這個momentum其實它還有一些好處 這個為什麼要加這個momentum 就是說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momentum就是類似說我有一個曲面 我有一個碗 假設我有一個碗 那我有一顆球在這個碗上面 我把一顆球丟進去這個碗 那這個球會在那個碗一直左右晃動 這個就是動量 那假設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動量的話呢 它就可以讓我們比較快的去接近這個 這個我們想要找的這個optimum 就是最低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現在 我momentum固定在0.5 那我去增加我的step size 它可以允許在 假設我有momentum的話 它其實可以允許我在使用更大一點的step size 而不會發散 像剛才如果沒有momentum的話 大概到這邊 learning rate大概到這邊就會產生很大的一個偏離 但是我現在如果有這個momentum的話 這個learning rate我可以調大一點 那大家可以使用一下這個demo 去了解一下說這個momentum跟這個learning rate它的怎麼去調整 那當然這個也沒辦法設太大 如果設的太大的話它也是會可能會發散掉 那就是說我們適當的調整learning rate跟momentum 我們可以更快速的接近我們的optimum 那回到我們上課的投影片 左邊這個是sgd 左邊這是sgd 就是xt就是我們現在的weight 然後alpha就是learning rate 然後gradientfxt就是這個function在xt這一點的t度 所以在每一點在xt不一樣的話我的t度就不一樣 那我把這個t度乘上learning rate 然後xt去減掉這個就是sgd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s 這s我們有解釋 gd就是gradient descent 那s的話就是stochastic 就是隨機 因為我們在取batch的時候是隨機去抽揚那個batch 所以它這個叫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那我們剛才講的那個momentum momentum就是說它去引入這個momentum的概念 那它這邊的做法是它多了一個變數叫Vt Vt加1 多了Vt啦 Vt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速度 那它的Vt加1的公式 Vt加1這個它更新的公式就是前一個時間點的Vt 前一個時間點的速度就是Vt 然後乘上一個scalar 然後再加上t度 然後下面這個st的公式呢 這個x更新的公式就是 xt去減掉learning rate乘上我的velocity 所以這個sgd加momentum它多了一個參數就是raw 那當我把這個raw射成0的話 其實就是回到最原始的sgd 就是raw射成0的話就是沒有velocity的嘛 所以就是回到原來的gradient descent 那多了這個Vt 這個Vt其實是它去累計就是之前的gradient 它會把之前的gradient的資訊累加起來 然後前面還會再乘上一個raw的這個 raw的scalar 那我們再看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再看一個那個momentum的例子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連結 也是一樣在links這個地方有另外一個連結 就是這個visual explanation這個地方 有這個連結 那這裡面它有提供一些3D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有兩顆球啊 一顆是粉紅色的球 粉紅色的球就是它是用momentum這個方法 然後還有一顆是藍色 藍色的這顆球 藍色的這顆球它用的是gradient descent的這個方法 那我們發現呢 這個粉紅色這顆球跟藍色這顆球 它是釣到不一樣的local minima 藍色這顆球它釣到的是local 不是釣到global 就是藍色這顆球它不是釣到最低點 然後粉紅色這顆球呢 它是可以釣到最低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觀察一下這顆粉紅色這顆球它的路徑 它其實有經過這個local minima 但是它沒有陷進去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就是粉紅色這顆球 它從初始點往下走的時候 它其實有通過local minima 但是通過local minima的時候它沒有陷進去 那為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就是它有一個速度嘛 這個momentum這個方法它有一個速度 當你速度夠快的時候你通過這個local minima 是不會陷進去的 那gradient descent因為它沒有它速度比較慢啦 不能說它完全沒有速度它速度比較慢 它沒有momentum 所以它走到這個local minima 它的微分就是0了嘛 它微分就是0它就不能再動了 所以這個gradient descent呢它會落在這個local minima 那momentum它因為有一個動量 它碰到local minima 就是這個momentum它碰到local minima 碰到local minima就是這個gradient fxt是0嘛 但是沒關係我還有前面這一項就是raw vt 我這個raw vt只要不是0 我這個xt加1這一點還是可以更新 所以這就是momentum它碰到local minima的時候 它這個gradient fxt雖然是0 但是呢因為它前面還有這一項raw vt這一項 所以它這個xt還是可以去更新的 所以它就有機會可以跳過這個local minima 當然這是一個很理想的示意圖啦 這個momentum也有可能跳不過 就是當你的動量如果不夠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卡在local minima 所以說momentum雖然比較好 但是它其實不一定都是一定可以跳過這個local minima 所以它這邊下面就是列舉了這個momentum它的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它是走了比較快 因為它有速度嘛所以它走了比較快 它有可能可以跳過那個local minima 就不會陷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momentum的兩個好處 那它這裡面有提供這個raw嘛 raw到底要設定成多少 那一般我們會設定0.9啦 或者是0.99 那這裡面有提供這個raw嘛 那它後面有提出一些改良啦 momentum的一些改良 我們這邊剛才講的那個momentum是根據velocity跟gradient來更新我們的x嘛 所以這個藍色的話就是我們更新的啦 藍色就是把velocity跟gradient加起來嘛 所以就是把綠色的向量跟紅色的向量加起來就是藍色的這個向量 那還有另外一些還有不同的更新方法 比方說這個也是蠻有名的 叫做Nesterov momentum 它是一個數學家 這個數學家他提出了另外一種更新的方法 那這種更新方法可能可以更快收斂 就是更快跳到那個local minima 那他提出的這個想法呢叫做lookahead 就是在計算velocity的時候呢 他往前多看一步 這個叫lookahead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公式會比較清楚 就是剛才我們在算momentum的時候 這個gradient這個地方我們是只有去看當下 就是xt那一點的gradient 那Nesterov momentum呢他把這個xt換掉 他把這個xt呢換成xt加rvt 那xt加rvt其實就是下一個我們要移動的那個點嘛 他提前呢他提前去算那一點的t度 所以他是去先把xt加rvt這一點的t度算出來 然後才去更新我們這邊的vt加1 所以Nesterov momentum呢他就是簡單來說就是利用這個lookahead 就是他提前提前去算下一個時間點的t度 然後來更新vt 所以這樣子呢他可以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形喔 他的gradient是根據下一個時間點就是xt加1 vt然後還有velocity來更新來計算t度 所以這個是他這個圖形的意思 那他這邊還有提出一些東西啦 就是說這個xt加rvt呢是有一些就是看起來不是很好看啦 那我們會用變數變換的方法呢把這個xt加rvt 另成一個新變數 那另成一個新變數假設我們把它叫做x-vt好了 這樣子可以我們再可以改寫上面的公式讓他變得比較好看一點 那當我們進行這個變數變換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把這個xt加rvt變成一個新的變數叫做x-t的話 那第一次就可以寫成這樣子嘛 第一次就可以寫成vt加1等於rvt 減掉α乘上f在xt加rvt這一點的t度 那下面要改寫喔 下面第二行這邊要改寫我們要把這個xt跟xt加1 都換成xt加rvt跟xt加1 那下面就是一些變數變換而已啦 所以那大家自己練習一下 好那我們先到這邊喔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10分鐘之後我們再繼續 介紹後面的這些optimizer 大家好那我們繼續上課 剛才我們是介紹到那個momentum嘛 就是說它可以momentum就是動量 它可以讓我們更快的到達那個local minima 就是到達那個optima 但是這個momentum它其實有一個問題 這個momentum它其實沒有解決 這個momentum是說呢它在 比如說在w2方向變化得很快 然後在w1這個方向變化得很慢 這個momentum其實它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它只是比較快到而已 它有這個動量可以比較快抵達 可是這個w1方向跟w2方向是 變化範圍差很多的情況下 這個是沒有它沒有改善這個問題 所以momentum這個方法它其實沒有去解決這個problem1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要介紹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還有不一樣的想法可以讓我們更快的到達這個optima 另外這個方法呢它的這個方法叫做adagradient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想法叫做adagradient 那它的想法是說我想要在我想要去去調整就是每一個方向就是剛才那個w1跟w2 我想要去個別調整這個不同方向的learning rate 因為我們現在調整之前啊之前調整learning rate是固定的嘛 所有的方向所有的變數都是用同一個learning rate alpha 那現在呢為了解決那個第一個問題嘛 因為第一個問題是說某一個方向變化比較快 然後某一個方向變化比較慢 所以呢它這個這個adagradient它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想要去個別調整每一個參數它的learning rate 那它有些是把它叫做adaptive learning rate啦 就是適應自適應learning rate 如果你是控制的會常常看到這個字喔 然後實際上要怎麼做到這一點呢 就是要如何去怎麼去對個別參數去調整learning rate呢 它的做法是它去計算一個東西喔叫做gradient square 它先去計算這個gradient的平方啦然後把它做累加 就是把這個gradient的平方累加起來 那累加起來之後呢它去 它去在那個 它把這個東西除啊就是在我們更新x的時候它去除以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更新的x的時候之前是只有learning rate乘上dx嘛之前 那現在呢它多了一個除法就是它去除上這個gradient square的這個變數 不過它這邊有開根號啦它這邊有開根號它是這個gradient square就是t2的平方的歷史的一個累加 然後它是在我們更新x的時候去除以這個東西喔去除以這個gradient square 那這樣子呢它就可以做到這個所謂的per parameter learning rate 就是它可以去對個別的參數去調整learning rate 因為這樣子一除以後呢這邊learning rate雖然是還是只有一個 但是去除以喔去除以這個變數喔這個gradient square它是一個 這個gradient square它是一個應該是一個vector吧是一個vector 所以你當除以這個vector的時候它就變成點它其實是點除啦 你的learning rate會點除這個vector 那會變成說你每一個perimeter的那個learning rate就會不一樣 所以它這邊就是所謂的什麼adaptive learning rate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實際上有一個範例啊就是來解釋它這個概念喔 那也是一樣就是在我那個visual explanation那個連結喔 它下面有另外一個例子來解釋這個ada gradient 那這邊一樣有兩顆球有一顆是白球 白球的話就是ada gradient這個方法 然後然後藍色這顆球呢就是gradient descent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白球跟籃球它走的路徑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籃球在走的時候呢它會先通過這個saddle point 它會先通過saddle point然後再走向這個最低點 所以gradient descent的話它會先通過這個saddle point 然後再走到這個最低點 然後但是這個ada gradient就是白球呢它不會通過這個saddle point 它會直接往那個最低點的方向移動 那原因是因為就是說我們剛才講的嘛 就是它這個圖形是有兩個是二維的 就是它的weight是w1跟w2 那它w1w2都會各自有各自的梯度嘛 然後這個gradient descent呢它是它在走的時候呢它就是受到這個saddle point這個方向的T2的影響 所以它會往saddle point這個方向走 但是ada gradient呢因為它有做了那個就是什麼per perimeter的那個scaling 所以呢它就不會受到saddle point的影響那麼多 所以它可以直接往那個最低點那邊前進 它原因是寫在這邊啊就是說 主要就是剛才講的那個rescaling 那我們再回來看這個投影片 但是這個ada gradient也是有它的問題啊 它的問題就是在於這個gradient square這個變數 它會一直累加嘛而且它是平方啊它是平方而且會一直累加 所以這個跑沒有幾次這個gradient square它的數值就會非常大 那數值非常大我們把它放在分母 就是你分母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值 這樣子的話變成說我這個等號的右邊就是會趨近於0嘛 那就變成說我這個x就不會更新了 所以ada gradient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就是它會 跑沒有幾次以後就沒辦法更新了 所以當我們如果訓練的時間一久然後你又是用ada gradient的話 它其實根本就不會更新 所以我們一般啦一般其實不太會用這個啦 一般不太會用ada gradient 一般在訓練的時候不會用到ada gradient這個方法 那所以後面會有一個改良 有一個改良的方法叫做rmsprop 或是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leakyada gradient 它就是在計算gradient square這個地方呢去做一些改良 不要讓它讓它不要就是數值一直往上變大 就是讓它直接爆掉啦 所以它加上它在更新gradient square的更新gradient square的時候呢 加了一個變數叫decade rate 然後它把這邊分成兩項喔 後面這一項就是1-decade rate然後去乘上gradient的平方 那前面這一項呢是decade rate乘上就是它自己嘛 就是前一個時間點的gradient square的 那藉由這個方法呢它可以讓那個gradient square就是不會爆掉啦 那這個方法我們就是稱為rmsprop 那這個方法其實也是屬於蠻常用的方法之一 因為它實際上去調整這個model weight的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這個也是算是一個很常用的方法 那下面它這邊也是一樣有一個例子去比較這個rmsprop跟比較 我們要那個adagradient 那adagradient是白色的這顆球 然後綠色這顆球呢是rmsprop 那我們會發現呢一開始啊 一開始白球跟綠球走的速率是一樣的 可是呢等到時間一久呢 這顆白球它就慢慢的不動了 然後這個綠球呢它還會一直往下走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adagradient它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時間久了以後它就不動了 但是rmsprop因為它有加了一個那個 weight decay的那個變數 所以它可以讓它的那個gradient square那個變數不會爆掉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介紹一個方法 叫做adom 那這個大概是目前最常用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前面講了兩個概念嘛 第一個概念是momentum 就是可以加動量 然後第二個概念呢就是做rescaling的那個動作 那其實呢這兩個想法可以合在一起 這兩個想法就是momentum這個想法 跟rescaling這個想法 這兩個想法其實是可以合併在一起成為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呢其實就是叫做adom 所以adom的話它是把那個momentum 就是結合了momentum跟rescaling 那這個方法其實它影響力非常大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搜尋一下這一篇論文它的引用次數 這篇論文是這個 這篇論文是這個 adom a method for stochastic optimization 它被引用了十萬多次 它是2014年的論文 然後被引用了十萬多次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引用次數 就是一般要達到這麼多引用次數非常困難 就是一般學者大概引用次數有幾百篇就算不錯了 但是它這個引用次數可以到幾萬次 十萬次以上 所以表示說它這個其實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一篇論文 因為我們所有的那個machine learning 或是optimization都一定需要用到更新weight的方法 所以更新weight的方法它是非常基本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可以在這方面有一些突破的話 那對於機器學習或者是最佳化領域 都會有很重要的影響 所以它這個adom這一篇就是被很多人引用 那我們現在在訓練那個model的時候 就是大家在做作業的時候 我也是建議都用Keras Keras裡面它有很多optimizer 然後adom是有內建的 然後它當然還有其他的optimizer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邊應該有列出一些常見的optimizer 就是Keras內建它有內建SGD 就是最簡單的最基本的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然後也有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這個adagradient或者是什麼rmsprop或者是adom 那當然它還有一些其他的optimizer 那這個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dom它到底是如何去結合 那個momentum跟rescaling 那它這個方法呢它首先這個x它就是dx嘛 dx就是梯度 計算在x這一點的梯度 然後它定義了兩個兩個變數 叫做first moment跟second moment 那first moment呢就是dx的一個歷史的雷加啦 然後second moment呢就是dx的平方的一個歷史的雷加 那每一個moment它也會有自己的一個參數 所以first moment它的參數是beta1 然後second moment的參數是beta2 這個beta1就有點類似decay啦 那beta2也是decay 就是避免它快速的爆掉 你一直累加嘛你一直累加它會爆掉 然後x更新的方法呢就是跟前面那個rmsprop一樣 就是learning rate的乘上first moment first moment就有點類似t度啦 first moment有點類似 沒有first moment應該是就是動量啦 first moment是動量 然後除以這個second moment second moment就是那個t度 類似t度平方的一個歷史的累積 所以這個就是adam他的做法 他這邊寫almost就是還不完全一樣啊 就是幾乎一樣 他還有一些改進喔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這邊有寫啊就是 first moment就是momentum的方法嘛 然後second moment就是這個adagradient 或者是rmsproper提出來的rescaling 那他還有這個真正的adam他其實還有再多做一步 叫做bias correction 真正的adam他在實作的時候 他還會再多做一步bias correction 那這個是就是說作者啦 adam作者他在實作adam的時候他發現說 在一開始訓練的時候呢他會他發現說 這個first moment跟second moment會很容易的去 偏向零 就是一開始然後在訓練的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first moment跟second moment會很容易偏向零 那很容易偏向零這會導致說 我們沒有辦法往我們那個optimum的那個方向去走 所以呢他做了一個修正 他做了一個bias的修正 所以他把他的first moment再除以一個 1-β1的t4這一項 然後second moment也是做了一樣類似的修正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喔比方說這個 如果這個t是 我看一下喔 比方說β1是0.99好了啦 然後這個t是第一次 所以他這個就變成1-0.99 所以就是分母就是0.01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他其實這個first moment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數值 因為他會乘以100倍嘛 就是分母是0.01 那這樣一除以0.01就相當於乘以100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他就可以乘以一個比較大的數 那等到這個t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 我看一下喔 等到這個t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β1的t4就會越來越小 因為比方說β1是0.1 那他第二次就變成0. 比方說β1是0.9 然後t等於2的時候就變成0.9的平方 0.9的3次方 0.9的4次方 所以隨著t越來越大這個分母就會越來越接近於1 那這個first moment呢他就不會乘以一個很大的數 所以他是藉由這個方法去做一個修正喔 讓他的first moment跟second moment在一開始的時候不會很接近0 那他這邊有一些建議喔就是說 ADAM有兩個參數嘛 有β1跟β2 然後作者 作者是建議說β1設成0.9 然後β2設成0.999 那其實還有一個參數要設定 就是這個learning rate 我們在更新的x的時候會有一個learning rate要設定嘛 那learning rate的話他也有給建議的 他建議是10的-3或者是5乘上10的-4 這兩個都是很常見的選項 那一般我在用的話我習慣用這個5乘以10的-4 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他後面這邊有做一些總結啊 就是說這些方法啦 SGD或是SGD加momentum 或是什麼RMS prop ADAM都是需要去決定learning rate 那我們要怎麼去決定這個learning rate 因為這個learning rate會影響到我們那個loss曲線 就是他下降的速度 那這個learning rate選太大或太小都不行 選太大他會這個loss曲線會爆掉 那選太小那個收斂又太慢 所以到底要怎麼去決定這個learning rate 那他這邊有提供一些想法啦 有一些想法 首先這個第一個想法就是 他是每固定一些APA之後呢 他就固定去降低他的learning rate 他一開始我們的learning rate會設高一點 讓他可以快一點接近那個optima 那等到訓練的越來越接近後面 我們就慢慢去降低那個learning rate 那他這邊有一個做法就是說 每經過30APA 他就會把他的learning rate乘以0.1 比方說在APA30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learning rate乘以0.1 比方說我一開始是0. 比方說我一開始是10的-3嘛 那在30APA的時候我就把它乘以0.1 那我learning rate就變成10的-4 然後在60APA的時候我就再乘以0.1 我的learning rate就變成10的-5 然後在90APA的時候我再乘以0.1 我的learning rate就變成10的-6 所以他是用這種 這是一種方式啦 那但是前面這種會覺得有點 比較不連續嘛 因為他這種是有點類似 那種斷掉的 就是突然在某一個 突然在某一個APA就把 就調整他的learning rate 這種方法可能就是比較不連續 那如果我們是希望一個比較連續的方法的話 可以考慮這種cosine的更新方式 那這種更新方式呢 他會用到cosine這個function 這個T就是小寫的T就是第幾個iteration 然後大T就是我有幾個APA 總共我要訓練幾個APA 然後alpha0就是我初始的learning rate 然後根據這個公式出來 cosine這個公式更新出來的learning rate 叫做alphaT 所以這邊的話我只要決定我這個大T就好了 我只要決定我的大T跟alpha0 他就可以自動去更新他的alphaT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蠻方便的公式啊 就是我只要決定我全部有幾個APA 然後決定我一開始的learning rate 他就這個cosine這個公式 他就可以自動幫我更新那個learning rate 然後他這邊也有介紹是 有一種是linear的 就是線性下降的 這是更簡單的一種方式啊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叫做inverse square 就是開根號分之一這種function的更新方式 因為我們一開始會希望learning rate比較大 然後後來就會希望說learning rate可以降得很快 那這種降的方式可能不是線性的 可能會比較接近inverse square這種function 所以inverse square function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他還有提到其他的啦 像這種什麼near-near warm-up 就是說他擔心啊 他擔心說一開始learning rate太大的話 會讓ros爆掉 所以他一開始是讓他learning rate很小 然後用一個線性的方法去快速提升他的learning rate 然後後面再套前面的那些cosine讓他降下來 這是他提到的這個做法 只是也可以參考啦 不一定要這樣用啦 然後他這邊會 他這邊後面要我們要介紹一些比較 就是基礎的optimization的方法 就是我們在回歸到 就是optimization這個問題 那optimization呢其實是很多領域啦 都會用到最佳化 那像 呃 系上那個控制組應該有開那個 最佳化相關的一些課程 那最佳化這個他問題 最佳化這門課他其實問題就是在解最佳化問題 最佳化問題就是說 類似我們想要找一個變數X 然後使得某一個objective function的值是最小 那這種問題就叫做optimization問題 那比方說啦給我這條曲線 我想要去找他最底點是在哪裡 這就是一個optimization的問題 那optimization問題其實他有很多分類喔 有什麼線性的非線性的 什麼convex non-convex 還有分成什麼constrained un-constrained 就是說他的X還有沒有一些額外的限制的 所以optimization它其實下面還有很多分類 那不同的分類會有不同的解法 那下面我們要討論的其實是un-constrained 就是說這個變數是沒有什麼限制的 我們單純只是要找出這個圖形的最低點 那這個其實大家高中的時候就已經知道 怎麼去找最低點了嘛 就是用微積分嘛 微積分 從微積分我們知道嘛 這個圖形的最低點一定要滿足它的 那個微分是0嘛 所以我們就去算這個function 它所有微分會是0的地方 然後一個一個去檢查 這個地方到底它是最大值還是最小值還是暗點 然後再去把這些所有的最小值找出來之後 再去做排序 看哪一個最小值是最小的 就可以找到那個global的minima 然後這邊我們就是回顧一下 就是要怎麼去找到那個最低點 因為不是所有的function都可以有公式解 就是像我們在算微分的時候 我們在算那個gradient微分是0 那有些function是非常複雜的 它是非線性的 它是比如說幾百層的Naninia穿在一起 那像解這種function它根本就沒有公式解 那沒有公式解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找出這個最低點的公式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呢如果這個gradientF等於0沒有公式解的話 那我們就要是我們要透過那種 Iteration的就是一步一步去更新的 那要一步一步去更新的話呢 我們會最基本的嘛就是透過gradient做gradient descent 假設說我們現在在紅色這一點好了 那我要去找最低點 所以我就先算出在紅色這一點它的t度 那我就沿著t度這個方向去更新 那這樣子用Iteration的方式逐步逐步去更新 我最後就可以到達一個local minima 那這個方法呢它是不需要去 即使你的f非常的複雜 我們還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因為我們要解gradientF等於0跟你去算gradient 這是兩件事情 我們去算gradientF等於0 這是解一個equation嘛 但是去算gradient 這會比去解那個gradientF等於0 這件事情來的簡單 那這邊剛才講的這個gradient這個方法叫做first order 就是一階為分啦 一階為分叫做gradient descent 那其實也可以用二階 就是我可以用二次為分來做更新 那這個叫做second order automation 那二次更新其實它更新的速度非常快 它可以很快就讓你找到一個local minima 像我們剛才看到的 如果是一次更新的話 這個斜率它大概往這個方向更新 然後如果是用second order second order的話用二次的方法來更新 它可以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就可以找到更低的那個點 所以second order的更新速度是比較快的 這個我們可以從用tider展開式來理解 這個一次更新跟二次更新的這個方法 就是說給我一個function 假設給我一個function jcd cd是它的那個變數或是model的weight 那我們可以根據 我們可以在某一點 某一個特定的點 比方說cd0去做那個tider展開式 那它這邊是做二階的tider展開式 所以這個jcd這個function 它可以近視於jcd0 然後加上一個一次項 一次微分項 然後再加上一個二次微分項 這個是二次的tider展開式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jcd 用一個二次的tider展開式來做近視 從這個二次的tider展開式 我們就可以去算出這個cd要怎麼更新 它下面把這個更新的公式寫出來 就是我去用cd0 減掉h的inverse 然後再乘上這個gradient 這個h是h是叫hessian matrix 它是一個矩陣 叫一個hessian matrix 所以這個h是一個hessian matrix 然後去算這個矩陣的inverse 再乘上gradient 這個就是second order的更新方法 只不過這個方法很花費時間 因為算hessian本身就需要 all n平方的時間複雜度 all n平方的意思是說 n的話就是我那個參數的個數 就是說我要計算hessian matrix 所需要的運算量會正比於n平方這麼多 所以算hessian matrix會很花時間 然後算inverse又更浪費時間 算inverse的話它的運算量需要 正比於n的三次方這麼多 這邊是這兩個乘起來 是hessian的 不是喔是算h inverse 所以h inverse是要先去算hessian 所以是需要all n平方的運算量 然後再需要all n三方 它是乘在一起的 這個n通常非常大 假設我們是內神經網路的話 比方說你是什麼resonate 大概50層或100層 那你裡面的變數大概有幾百萬個 幾千萬個幾億個都有可能 那在這種n這麼大的情況下 要去算hessian或是算它的inverse 就太慢了 根本太慢你算一次 你算一次都是要非常久 而且這個電腦的記憶體 也不見得可以容納h的 也不見得可以允許我們去算 那麼大的hessian matrix 因為這個n是非常 n的數字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在進行深度學習 的時候因為我們的model的參數個數非常多 所以其實我們不會用到這個second order 因為它需要的運算量太大了 雖然說它理論上來說 它應該可以最快找到那個 比較快啦 理論上來說second order 可以比較快找到local minima 但是呢 但是呢在深度學習呢 我們不會用到second order這個方法 因為計算這個hessian matrix 它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運算資源 那它這邊有提到一個方法 叫做quancy-Newton-Messer 就是說它不需要去算這個hessian matrix的inverse 它用近似的 它找一個方法去近似hessian matrix的inverse 那它就不用去運算 它就不需要這個n的三次方的這種時間複雜度 它就可以避免掉這一點 然後這種方法 還有延伸叫做lbfgs 就是limited memory bfgs 那這種方法就是它不需要那麼多的記憶體 因為我們剛才在算那個hessian matrix 還有它的inverse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矩陣存在記憶體上面 那這個當你參數一多的時候 這個你會需要非常多的記憶體 那這個方法就是它可以不需要那麼多的記憶體 去儲存那個hessian matrix的inverse 那它是說這個方法就是lbfgs這個方法 它在fold batch的時候會效果非常好 就是在deterministic mode 這個deterministic的意思就是 有時候如果你看一些教科書 會常常看到什麼deterministic function 這個意思是說 中文是確定性的 確定性的意思是說 我的輸入如果都一樣的話 我這個f的輸出也會一樣 那如果是隨機 隨機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我的x都一樣 我這個f會有不一樣的輸出 所以我們這邊deterministic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x都給一樣的話 我這個function會輸出固定的 會有一個固定的輸出 而不是隨機的 那對於這種deterministic的這種function呢 假設我們要去用fold batch fold batch的意思是 我一次就把所有的training data 抓來做算gradient 這個跟深度學習的方法不太一樣 深度學習不會把所有的training data 一次就全部抓進來 因為我們的訓練data的量是非常大的 比方說你imagenet 裡面可能有幾十萬張影像 然後你又會做data augmentation 所以你可能會有幾百萬張幾千萬張影像 不可能一個batch就把所有的這些training影像 抓進來算gradient不可能 但是對於某些比較小型的 小型的function 然後他的training data也沒有很多 那這時候就可以考慮去做fold batch 就是一次把所有的training data抓進來 然後去計算他的gradient 假設我們是對於deterministic這種function 而且我們一次可以把所有的training data都抓進來的話 那LBFGS這個方法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他可以很快速的就找到那個local minima 但是那個研究發現 如果是對minibatch這種設定 就是說我一次只能夠抓少數張training影像的話 那這個方法的效果就是LBFGS這個方法的效果就不會太好 甚至是會得到很差的結果 那他這邊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如何去把這個second order的方法應用到large scale 那目前還是一個很active的研究領域啊 就是說目前還有很多研究學者在研究 如何把second order的最佳化的方法應用到深度學習 那我們目前剛才前面介紹的那些什麼momentum啊或者是 那個adom啊這些其實都是算first order 因為我們都只有去計算那個t2而已嘛 我們沒有去算什麼hatch matrix 那他最後這邊有一個建議啊就是 實際上我們在用的時候就是adom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他有一個好處啊就是不用去調那個learning rate 比方說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他有一些預設的learning rate 比方說什麼5乘以10的-4 他就是一個不錯的learning rate 所以用adom的話我們就是 可以用一個固定的learning rate 不用特別去調整 就是一個懶人法啦 假設你不想要去花時間手動去做這些learning rate的調整 那adom是一個很好的選是一個很好的預設的選擇 那如果你如果你願意花時間去調整learning rate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使用sgd加momentum 他甚至可能有時候可以超過adom 但是前提是說你願意花時間去調整那個learning rate 就是像剛才前面講的你可以透過什麼cosine 或者是inverse square這種function去更新你的learning rate 因為通常我們會希望說一開始訓練的時候learning rate比較大 然後訓練的越久learning rate就越來越小 那你要怎麼去更新你的learning rate 那他也是有建議 他建議說cosine這種function的更新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然後最後他這邊有提到說 如果我們可以用4batch 就是我訓練的時候我可以一次把所有的training data都抓進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lbfgs這個方式 就是他可以利用second order的hashmetrics去更快速的找到local minima 所以一般我們在進行深度學習的時候是 就是懶忍法啦 就是你不想要做太多手動的嘗試的話 就是用adom來當作我們的automizer 那如果你想要額外去調整learning rate的話 那可以考慮這個sgd加momentum 那lbfgs的話這個算是比較實驗性質的啦 這個可能要自己實作 或是要自己去額外找一些人家已經寫好的function 這個carus應該是沒有內建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介紹那個test error 如何去改善我們的test error 前面講的那個optimizer它是更新weight 然後讓training loss可以一直降低嘛 可是training loss降低其實不代表test error也會跟著小 所以test error要小的話呢就是我們會需要一些額外的方法 那其實我們訓練的終極目的是希望test error要小啦 因為訓練的話只是想辦法去讓model去預測這些訓練的影像 然後讓他預測的答案跟我們給他的標準答案是一樣的 這是訓練的時候 那可是測試的時候呢我們是未給那個model完全沒有看過的影像 那我們希望這個我們訓練出來的model在遇到這種沒有看過的影像 他仍然能夠是預測正確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希望說這個test error要越低越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那個終極目標 他這邊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左邊是training loss 然後右邊是accuracy 那accuracy有兩條曲線 一個是training的一個是validation的 那training的accuracy它是慢慢往上升 但是validation它的accuracy上升得非常緩慢 他跟那個training的accuracy有一個很大的一個gap 那這就表示說我training我正確率可以很高嘛 可以到七成以上 可是我validation就是遇到沒有看過的 遇到沒有看過的影像 它的正確率只剩下五成左右 所以那這表示其實我雖然訓練的不錯 但是我的test 我的測試並不是很好 那我們要怎麼想辦法去降低這個gap 那他有提到一個方法叫early stopping 就是說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training的accuracy 跟validation的accuracy 把這兩條曲線畫出來 那我們就去看說這個validation 它這個曲線什麼時候開始往下掉 那我們就在這個時候停止訓練 那這個方法叫做early stopping 那或者是說我在訓練的時候呢 我也可以一直訓練 但是我在訓練的時候我會去記錄 記錄我這些model的weight 那他把這個model的紀錄叫做snapshot 或者是我們前面用過的那個叫checkpoint 就是我們一邊訓練 就是我們一邊訓練一邊去存這個model的weight 那存下來之後呢 我們去看這個validation的曲線 看他是在哪一個a bar會是accuracy會是最高 那我們就取這個a bar他的model的weight來使用 所以這個叫做early stopping 那還有一些方法啊 比方說叫什麼model ensemble 就是去訓練很多model 然後把這些model的結果做一個平均 來當做預測的結果 這叫model ensemble 但是這個很花時間嘛 因為你要去訓練很多model 然後測試也很花時間啊 因為測試的時候你要跑很多個model 然後把這些model的結果做平均 所以model ensemble其實是很花時間 那這個其實是適用在你要去拼準度啦 比方說你跑一些benchmark 你要去跟人家拼那個最高的 比如說你在外面參加比賽嘛 參加一個什麼比賽 你要跑到那個第一名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無所不用其極 什麼方法都拿出來用 這時候就可以考慮model ensemble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留下來問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就可以離開那個 這個google meet 沒問題的話 可以這樣講嗎 或者是你們可以說 平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